嘉莉莉的環境是很简短的 四面都是橫山 所以如果有風浪地點的時候 會令到船隻很厲害 令到航行的時候可能會有些阻礙 人生就像駕駛一艘船一樣 在漢海人海裡隨時都會有風浪 當我們不想風浪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這些風浪呢 究竟我們是回頭 我們被風浪不出去 由得我們在那裡原地踏步 由得我們的生命 就是這樣我們不成長 其實面對嘉莉莉的風浪 可以這樣說 耶穌的門徒都是打雨的 彼得那些 其實他們應該對風浪 其實是一件屍空見怪的事情 但這次風浪會令他們這麼害怕呢 其實這個風浪是他們久生以來 未曾見過這麼厲害的風浪 是超越了他們的經驗 所以他們在當時覺得 他們在當時覺得 那些水是怎麼進來的 他們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去做 同時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 是受到一種威脅的 但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恐懼 還有一種恐懼在那裡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在門徒裡 彼得他們是漁夫的 其實他們根本是見過很多風浪的 但在這次風浪的 他們真的重手即拔 而且不知道怎樣去面對 他們只有一個方法就是 所以他們覺得 那些水怎麼進來 那些水就拔出去了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 其實進來的水很多 拔出去了 就是這麼多的 所以他們覺得 真的無能為力 不知道怎麼辦 用了他們自己的經驗 他們打予的經驗 面對風浪的經驗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那些水不進來 第三件事就是 這個風浪是牽涉了 各門徒都有理解 其實在這個時刻裡面 耶穌在樹上走 為什麼耶穌還可以睡覺呢 耶穌有沒有搞錯 你還可以睡覺 你會死的了 但是很奇怪 耶穌在那裡睡 直到那些門徒說 耶穌說 我們就來死了 你都不理我們 其實在裡面我發覺到 耶穌是給我們一個基本的 他會成長 我相信每一個人 坐在那裡 他會成熟 今天晚上睡覺 第二天晚上都成長了 一定不會 一個人要成長 一個人要他的信心 要被提升的時候 他一定要經歷一些事情 其實這是耶穌給他們的機會 他經歷一些風浪 而在裡面 讓他們提升人家的心情 使他們的心情 令他們有信心 這是耶穌的目的 其實耶穌是想考驗一下門徒 其實你跟著我這麼久 你對我認識有幾多 當耶穌說 封住了白 浪住了白 那風浪平靜了的時候 其實那門徒更害怕 為什麼呢 其實平靜了應該是 很好 挺開心 但是他對那種害怕 就是 原來對耶穌不太認識 為什麼耶穌一叫風浪平靜 那風浪就平靜了呢 這就是對他們 在這一次的風浪裡 他們對耶穌高度的認識 其實耶穌是一個 創造萬華的主菜 大自然都是他所創造的 所以當耶穌去斥襲風浪的時候 風浪就平靜了 其實耶穌所做的事 在這個經文裡的看到 也就是超越了門徒的經驗 超越了門徒的能力 也超越了門徒的理解耶穌的能力 我們在人生裏面 其實我們在人生裏面 我們在人生裏面 我看人生裏面 有沒有預見一些風浪 令到我們措籌不及 不知道怎樣去面對 或者你現在正在面對人生的風浪 令到你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樣去面對這些風浪 可以平靜這些風浪 如果你很想心裏面的風浪 能夠平靜的 不再令你心裏面的坦跡白光 也不再令你再舉斷很多的動作 或者你用了很多的方法 你用了很多自己的方法 但都產生不到後果 今天我可以告訴你 我建議你 可以誠心地向耶穌祈禱 告訴耶穌祈禱 你的掙扎 你所面對的困難 求耶穌指示你心裏面的風浪 幫助你能夠坦而無懼 度過這次的風浪 你這次說什麼時候你覺得怎樣 我也有力很大聲 但是不太順 就是不太順 你提到的東西 你大聲和流暢 我想問你在裡面說什麼 威神的成績和音樂 說了耶穌對他們來看的 其實我通常是提醒他們的信心 就是你說考驗他們 是的 但是如果單是考驗這件事 就是考驗我 只是考驗會不會提升呢 就是神幫我們只是考驗呢 就是我想你想一想 在這一陣子想一想 就是在預備信息我們都想 到底是不是神就是考驗 於是那些人就會提升呢 大家都一起想的 是的 因為你經歷了 你還會長大 這個的原因是 在你受考驗的時候 就是因為考驗 就是純粹在考驗 所以你就會被提升 如果我們經常都被考驗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被提升呢 我們用力神 即神去幫 是的 就是在考驗的時候 神去幫我們 當天幫助耶穌的時候 神去給我們能力 這些東西可以幫到我們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想到 因為如果考驗呢 其實這個純粹不可以當為一個恩義的 這個是一個背後的恩義 但是只是考驗的話 如果我們一身人都只是考驗 我們根本不會成長的 是一定是背後神的恩義 所以我們分辨呢 什麼是恩義的 就是對外有幫助提升的 考驗 其實這個經文是沒有講考驗的 但是它似的 但是我這個東西是有質疑性的 為什麼有質疑性呢 都是神給那些苦難的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要被考驗 或者根本因為人活在世界上有困難 所以就會考驗我們 即是 是不是你不夠困難 或者加一些困難給你 就是考驗你 還是 是 就是 自然地這個世界 就有很多困難 考驗我們 是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的最大 是的 因為這個在神上是能夠說了 是一定是神將困難給人 以為人的考驗 即是神可以使用困難來幫我們 神可以使用 但是呢 不能夠說神就 說你的苦不夠 加一些苦 讓你受苦等你考驗 即是這個 未必可以成立到 即是 所以說聖經的時候 我們要 由全本聖經 是否能夠這樣去分建出來呢 我們也沒有介意 好了 在這個經文有說到 什麼神的幫助呢 耶穌幫助 是的 耶穌幫助 怎樣幫助呢 我們就形容出來 即是神的幫助 我們就要加強 即是發揚神聖情 就是要加強神的聖情和座位 然後我們看到神的聖情和座位 你一看那個經文 想到那個經文裡面 有些什麼顯出神的恩怨 譬如耶穌睡覺 給人們顯出什麼呢 是 所以 對 是的 即是 在神的計劃 我想問你 神一早知道有這個風暴的呢 他知道 如果門路沒有叫醒耶穌 耶穌會不會在風浪中浸死了呢 所以 神一早知道有這個風浪 但是 第一 就是 耶穌本身就是整天都沒有平安 所以他就這樣搞 這個平安我們有的都是非常好的 真的那些浪兒都很厲害 他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這個真是很超越的平安 第二 就是 他明知道這個困難 但是他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他知道神是掌控的 所以這個是他的平安 第二 是他的掌管 那 由當他叫風浪停止之後 顯出什麼呢 權能 是的 神的權能 所以我這個就要講 就是凡是神的恩怨 神的能力 他的權能 這個權能 顯出什麼呢 顯出什麼呢 即是你形容出來 即這個權能你形容出來 就是聖過這個世界 聖過包括一些自計的東西 神也聖過的 所以在這個經文裡面 即是讓我們看得到神的權能 除了聖過這個世界 在患徒身上有什麼影響呢 神是誰 神是誰 有他知道神是誰 加強他的信心 有他知道神的能力 所以如果看這個經文 我們就看到 第一 神是不怕風浪 如果神不怕風浪 神威風浪得勝 我們又需要不怕呢 不用怕 所以我們可以放鬆 神在風浪中依然可以睡覺 我們都可以學習 困難中 就算有多困難 忽然間有什麼發生 神會有很多事情 都不重要 神一定會知道 如果神會知道這個風浪 神知不知道我們的困難 神也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發掘 神知道我們的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我們可以在困難中 相信神的恩怨 我們都可以睡覺 而且在困難中有信心 事情一定會搞定 所以我們輕鬆 而神真的會將他的能力 我們都可以像門徒那樣有信心 那麼應用 相反 人反的例子是怎樣的 人是周時輩 門徒叫醒耶穌 他說夫子 我和喪你不共 即是說 門徒對耶穌指控他 最要指控耶穌 但是耶穌醒了 他不是第一件事 罵你 你們那幫臭小子這樣說 但是他第一 就是看出他們的妙藥 他不是斥責門徒 他不是斥責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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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灥責風 他不是先到蘇責風 他先看出他們的妙藥 而且讓他們看到他們的權力 讓這幫共同 真是更深層的 這就是神耶穌 他不是首先指控,而是建立他們 而人的反應是,人會擔心,會怕死 神的恩義就是在困難中一定得死 我們可以平安的 所以我們試試下一次有困難 神真是相信神,神會一直保守 雖然有時我們說這個風浪很長 有時我們有經濟困難,我們有家庭困難 好像很久,不過起碼有東西我們正在生存 神也在祝福我們 我們一路順帶神的手,神會幫我們 這個噴難遭神,我祝實你的信心 神一定會改變,我們也有信心 其中一個信息就是激勵人 我們現在有信心,在神裡面 如果有信心給我們,是因為知道神的聖情和他的恩義 能別遭吞死,神會不會死 這兩人的手… 因為神會不會拒絕 阿滅每個都在聖情跟祭聖情 神會反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